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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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杀灵修雅 霓子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已经达到窦王级别了 夏颜哥哥觉得呢 真是可惜啊 逆子你难得出手 我竟然错过了 想要再看到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说到窦王 夏颜哥哥 等你到了这个级别的时候 可一定要好好修炼 馨儿给你的卷轴啊 那是自然 馨儿给的东西 我哪能不全心修炼呢 不过妮子 我怎么感觉 你最近有些奇怪啊 没有啊 我没有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啊 校园哥哥 你一定要快点变强 有大批的气息对着你这边飞来 这些气息极巧 好像目标就是你们两人 校园哥哥 你快躲进林子 千万别出来 怎么了 这些人 是冲着你来的 来不及解释了 校园哥哥 快押制住气息 不要让他们发现了 不及其他在那里 难用 等下 别动 快去 冲了 是啊 快去 薰儿小姐 总算是找到您了 我是黑烟军的新晋副统领 灵权 奉足宗大人之命 将小姐 我说过我会自己回去的 你们又何必万里迢迢地赶来 足宗大人这样吩咐了 我们也只能领命 薰儿小姐 请 何人都听 来 住手 夏 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位 应该便是萧家曾经废物的 硝烟少爷吧 我看过你的画像 你是谁 黑烟军副统领 灵权 不过说了也没用 因你或者说你们萧家 并没有接触这个层面的资格 闭嘴 萧家与我族有这盟约 岂容你出口侮辱 萧姐无脑 我倒是心直口快了些 不过此行前来 足宗大人吩咐过 若是遇见萧颜少爷的话 可以向之征寻一下 萧家的那部分要事所在 不知萧颜少爷能否告知 钥匙 什么钥匙 我在萧家这么多年 都未曾有那钥匙的消息 你这般容易便想弄到 岂非做梦 我只是随意一问而已 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是带小姐回去 其他的倒是庞之木 呢 最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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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到了小姐也许对你有些情义 托付我转句话给你 忘了小姐 以前的那些事 最好当作从未发生 小姐在我族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与她相配的人 只能是大陆真正的强者 你还不配 配与不配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而且我猜你应该是在嫉妒我吧 不要以为有小姐护着你便能嚣张 真要杀你 犹如碾死一只蚂蚁 凭你 还真没这个本事 凌权副统领 凌权副统领 让你们进入内院寻人 已经是最大的宽容 现在还想在我内院动我的学生 大长老哪里话 我只是在与萧嫣少爷谈心而已 行了 别和我来这套 现在人已经找到 请立刻离开吧 看来你也并不死心 你也行 等你日后真有了本事 尽管来我族寻小姐便是 到时候 本副统领会让你见识到 真正的差距 小颜 别灰心 他们族与寻常人不同 修炼起来有些得天独厚 但真要论起修炼天赋 他比不上你的 他刚才若真动手 凭着再次重伤 我也会让他留下一点东西 我相信 一个能凭一己之力 将云蓝踪扰得天翻地覆的人 有这个本事 好了 明天就该进天坟练七塔 接受心火断体了 若你能够撑过去 便是为晋升窦王铺平了道路 只有成为真正的强者 你才能去那一族中 寻找你的小女友啊 我都会打讨过 但你老是 Must 怎么从 翢儿 等着我 我会去找你的 三位